少年拿起椅子 女子从沙发上站起来 直接伸手制止 但下一秒 一手抢走椅子 另一手狠狠打向少年的手和脸 家人看到这段画面又心疼又生气 而且还不止这一次 当初我们请他来 就是想说让他来照顾小孩 可是我没有想到会越来越夸张 说会有这些行为 新竹一对中性夫妻指控外籍看护 虐待自己的孩子 因为孩子重度身心障碍 在去年11月聘请了一名外籍看护 今年2月时某天凌晨睡到一半 孩子突然大吼大叫 钟爸爸冲下楼看 发现儿子没穿衣服 当时天气很冷 马上就找来看护询问并告知仲介 仲介表示可以再给看护一次机会 会开警告单 怎料他却变本加厉 把他拖进衣橱 拖进衣橱之后蹦一身 出来我儿子就头扶着很痛 警告完后没两三天 家属指控外籍看护更夸张 会没来由的咬儿子 打他巴掌 甚至盖在棉被里踹他 种种行为相当狠心 但告知仲介后 却得到这样的回应 你去告他时间可能会很冗长 假设真的告成了 他伤害最承密 政府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把他前送回国 谁要来照顾 这些都是你要去思考到的问题 你当然可以这么做 但是你要知道这样的过程 你又不应接受而已 家属指控没有积极处理就算了 后续还说无法将他送回国 甚至不断强调孩子谁来照顾 自己好好想一想 让他们夫妻良决定不能姑息此事 我不希望他再让下一个雇主受到伤害 中间业者结稿前没有回应 而警方目前正在厘清办理 希望能够给家属一个交代 TVBS新闻城市明兰庭新竹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